今天好轉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兩個本人在宜蘭傳藝園區 的那個伴手宜蘭伴手禮區購買的兩個商品 因為現在宜蘭傳藝藝術園區在辦亞太傳統藝術節的活動 然後你只要是宜蘭的縣民 在活動期間10月5號到10月13號都可以免費入園 然後本人剛好有去然後就鬼死神差有去看現場的那個伴手禮區 然後我現在才知道他們裡面有所謂的那個三星農會的算是伴手禮商店 那介紹兩包個人覺得還算不錯的餅乾 一個是卡哩卡哩三星蔥蒜香焦碼口味 然後另外一個是三星蔥脆薯然後是細薯條 這個我很喜歡吃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然後一樣是所謂的康城食品 然後是所謂的華格食品烘焙坊製作的 然後是算是三星農會的商品 這樣好像有點奇怪 反正就基本上是三星農會上購買的 然後一包售價是160 然後你只要買五包送一包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如果不想要去到三星農會買三星農會的商品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去那個傳譯裡面購買 我發現這好像比較快 然後商品這樣子一包160 有比一般外面買的我覺得比較貴一點點 但也還算不錯 裡面這樣那直接撕開給大家看那種物 我 沒事齁 失敗了 不要出去 拿捷棒 咦 啥糟糕 那撿開嗎 有有 撿到了 拿裡面的喔 裡面的喔 然後倒一些出來 有一點點小辣 但是它 注意看上面都有撒那個三星蔥 有點像洋芋片 然後 有辣椒的味道 這個蠻好吃的 可是我覺得它辣椒味道太多 反正三星蔥的味道沒有很明顯 這一個蠻好吃的 三星蔥脆爽 裡面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 三星蔥咖哩咖哩啊 那一樣撕開 那一樣撕開 開裡面這樣 基本上料都還算蠻多的 沒有搓什麼 很少的 開裡面這樣 然後可能怕你不知道是三星蔥吧 基本上上面都有三星蔥啊 這個吃起來很像寶咖咖 這個吃起來很像寶咖咖 它這兩個我個人覺得 餅乾裡面算好吃的東西啊 有些是可以去三星農會嘛 或者是傳統藝術中心裡面的半熟一店去購買 一包一百六啊 個人覺得還算推薦啊 沒有讓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啊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啊